朱元寅議員 各位瞰心 大家早上大家好 我們現在就全部 都幾點鐘 就是 台灣民政府 准公務人員 替自己打個手 如果不客氣 這個事情是沒辦法遇到 有小孩沒有 所以有些人說到十八次 也沒要去對不對 有些現在聽到一道去 那差在哪裡 受人說在受滴肥 那個滴肥叫JQ JQ叫判斷力 有判斷力的人才知道 這是真的絕對要去滴肥 對不對 如果是他說 受傷的角度 我認為 我們滴肥肥 是做最好的公益 對不對 叫最多人 如果說你有財力 我們要鼻孔王英慶 富可敵國 他有在像我們說 絕對要來救八世 有沒有 有那個心嗎 有 所以說我們這些人 這是受行受到 很多的世 可以說佛菩薩 你如果是基督教也是好 他們的心主也是一樣 受很多的世 無論對這個宗教 都總是在受心養勝 而且有自比的心在救人 那麼我們來臺灣民政府 我們的意志最高尚 我們要救的是全國的人民 那初初我們叫臺灣 叫臺灣 每一個國家 都是連動的 對不對 一個臺灣如果平靜的 整個東南亞 是不是東南亞 大家都平靜 因為我們 佔在東南亞最中心 他是戰略 而且 戰略地位最好 海運 空運最好的地方 因為我是比戰略協會 三十幾年 世界戰略協會 那麼我們臺灣呢 如果是好 整個東南亞 都很平靜 所以呢 我們現在來臺灣 兩萬平 這個名字 AIT 其實不是真的是AIT 以前AIT是民間團體 有五百人在這裡 現在回到 剩五十人 四十人 這樣而已 所以 沒辦法 再 用人工 台灣人 買去出國的人 美國的人 簽證 所以從網路去簽證 那麼 政府本家 說他們也在 免簽證 那時候 西拉蕊 有跟我們說 台灣人免簽證 台灣人 是不是 我們這段而已 我們這段有辦 台灣政府 新聞情的人 才是台灣人 要拿中華民國 國民身分證 老師有感覺 二十歲以上 就是公民 你們幾十歲 都總是國民 可見我們不是 他的人民 所以他也不敢 用得很正式 所以 只能騙我們而已 所以現在美國 這個人口政策 只要一個人 在人間 在這個人類的當中 戰略的第一步 是人口政策 像你們家跟我們家 就不一樣了 你們家一個 我一個 我一個 這是一個 國家組織 政治的 第一個策略 就是 把人口 分別清楚 所以 現在 劉榮政府 常常說 不要什麼 族群分裂 族群本來就是要分 不然你們家跟我們家 都搞不清楚 我有時候 你們家吃飯 有時候你們家 睡在那裡 對不對 那是廢話 本來人家就要分清楚 只是說 在利益上 我們不要分那麼多 大家都要有愛心主比 有 口律 別人的生存 不要說 你會跟我們 我們會這樣而已 也要公平 所以 所以 我們是 在這個 高級班的當中 最後我們 今天這個口 很重要 就是要先 把你樹立 你 是不是真的 在民政府能夠 當上大官 這很重要 剛才秘書長有說 我們現在 下一回來 你正式公務人員 你就是要正式服裝 正式服裝 不是親切 穿穿的 最沒有 你不要經濟 不要這樣 喔 滴滴滴滴滴 我比較怕高級 掛一個桌 而已 形象比較不好 一點 所以 我是建議大家 說 你如果回去 現在 每天 把三個穿好 對天 看三遍 我這樣 有聲大 看嗎 好不好 好 看了會順暗 出去的人 人就看你也會順暗 如果 你如果穿得黏黏黏 打扮不怎麼樣 人就說 這個沒辦法管 對不對 在外表上 就被人家打折剋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們四千名 都是政務官 政務官是什麼 是要去基德人的主管 我們不是要去辦事 不是事務官 事務官 我們會這樣接下去 把這個中國人 慢慢淘汰 換我們 真正的台灣人 這樣而已 不是說 一下子停頓 而且我們是無奉接軌 無奉接軌 就是說 接軌都給你 不知道 所以沒來 想這個客人 現在 整個 台灣 台灣 他的治理當局 他的所有的 單位 都總是廢除 那麼廢除條例 什麼人有看過 拿著手 什麼叫廢除條例 只有兩位 你知道嗎 廢除條例 就是中華民國行政院 中華民國 中國 財政部 內政部 國防部 外交部 所有 都是被廢除掉 台灣民政府 公佈的就是 三十九條 三十九條裡面 就是 兩百幾個單位 兩百幾個單位 都被廢除掉 那麼廢除掉 那我就拿去 高雄總局 去那裡跟公佈 他們說 廢除是廢除 改條呢 那也是在用 我說 你們頭部 是走在哪裡去 廢除是把 中華民國的權力 替除掉了 現在誰在掌控 美國嘛 現在就是在銜接當中 等我們要去接掙錢 他是要下來 我們是要上去 這個空檔時期啊 就是在準備 進行當中嘛 進行事嘛 所以說 我們一定要知道說 我們要去接掙錢 我們現在做一個政務官 所需要注意的哪一些事件 所以廢除條例 斷斷續續 八月份嘛 所有 所謂的 國防部 某某學校 經濟部 裡面的某某銀行 都被廢除掉了嘛 那麼現在 五軌搬運 就非常厲害喔 所以說 我們的動心 現在我們有來上課的人喔 就 銀行 趕快搬很多錢出來啊 包括我在內喔 所以喔 因為怎麼樣 台幣要不要用錢啊 你如果沒有搬出來喔 去換外幣啊 尤其現在日幣很低 我打算說 如果呢 買個兩千萬日幣喔 一張如果賺五百兩千萬 我們也 一百萬大概幾個月 日幣現在一二 百億塊左右啊 你如果到一百塊 就賺 差不多五百幾塊了 也有一百萬塊賺 最沒有也沒有去喔 報了 你說 是怎麼才沒有 你怎麼不知道 美金兩千九 現在三千一百多 要報多少錢啊 你如果可以說 我不知道嗎 別人不知道沒關係 我們來上課 我們就是要知道 這個政府 我們就 這個台灣 在各種方面 全部要變天啊 我們不可以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 我們要怎麼讓人民 全部我們照顧到 我們一定要先知道 所以知道了 後 我們把自己 形象固好 我們 準備怎麼樣 我說 要腳買 順便 隨時都會變天啊 所以我們現在 緊急 動員 買一個 酒 入獲 還是議員 我們分批 每個月 尚就一個月 回來 尚課 那麼尚課是要做什麼 隨時隨地 你能夠動員到 這個 組織才能用 你如果是說動員動員不動 為什麼人 那小鷹 小鷹的學員 這樣太陽花 一年就八十萬人 那麼我們四千人 最沒有 我出幾班 還沒有過五關的應該七千人有 我們要動員得起來 我們才能夠關我們這個台灣 所以 動員不起來 而且你資格不服 還是你不領力 我們不斷接起來會很麻煩 像現在秘書長說 很煩惱 柯文哲 我們 過去的案例 我知道 阿扁 執政的事實 他屬於 全台灣 算算的 真正屬於他的部署 才有九十個 九十個 但是你要想 人家有心就有力量 有力量 你整個中國 十幾億人 只有九個 九個幹部 就可以扛起來 我們必須要訓練到每一個 都是精英 這樣就有辦法 所以四千人 是超過阿扁 超過現在 柯文哲沒有 沒有準備的人 的力量 那麼我們要準備什麼 第一 就是 我剛才說的服裝 第二個 你要把你的智慧打開 你知道你是誰 你要做什麼 很多人都現在風聲 我們的議員都爆炸 就叫議員最簡單 都拿手就好 甘安 我不認為這樣子 我是建議每一個人 你要挑的職業 就是你的專長 你的專長 你如果會當 擠到咕咕咕咕 都被人難不倒你 你如果是去做 選到你賣行的行業 我相信你 很快就會下台 不簡單得來的福報 很快就要灰掉了 這樣是不是很沒差 對不對 所以 選人的專長 沒有專長的人 我說 都沒有拆掉 沒關係 環保值 看人家水狗 乾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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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會好嗎 最不會好也是去賭 對不對 有專長的你就選你的專長 盡量去發揮 所以說議員 有人有專長 對不對 不一定的 除非你們家族 像我們的小弟 有做過議員 我就不敢選議員 我就去問他 又請教 那還不一定 比我自己有專長 來得方便 對不對 對 所以說現在如果沒有的人 都沒有專長的人 你憑慈借對一位 快去買找來看他 來得知 不然你有朋友 坐那裡 你快去研究也好 所以今天 我們這刻如果說到 最後的五分鐘 我跟大家說 要怎麼做冬 這樣好不好 好 要拍一下 要破一下 對不對 好 要怎麼做冬 很簡單 做冬很簡單 所以我們 形象保持好以外 一定 我們是要關別人 對不對 我們自己是不是要先關好 這個一定要知道 我們自己如果關不好 要怎麼關別人 所以基本教育 我們在台灣非常非常失敗 我這邊去日本 有一個日本的教育家 八十幾歲還存在 那麼你知道日本人 有夠有規矩嗎 我們將來說要做人的安貴 對不對 我們說要做日本人 對不對 最不可以 一方連連幫 所以我們如果要做日本人 最不可以 我們也是要跟他們日本人 所有的規矩 學會好 第一 全世界最有禮貌 對不對 再來 他們最休息時間 對不對 再來 他們很清晰 對不對 以前在關我們台灣的時候 過年之前都要打掃廚 有沒有 那打掃廚是日本人給我們學的 不然我們會像中國那裡太高 所以說 他們關五十年讓我們台灣進步很多 你如果是說 你不會做YouTube裡面 就轉南進台灣 你就能看到 過去日本跟我們所有的建設 現在中華民國立馬 是後面有去做一些交通的 我們的高鐵跟我們做好 雪山隧道跟我們做好 很多建設 可以說是突破以前 中華民國他們執政的實施就好 那不然你去看過去 他們只有破壞 沒有再做 很多事情 你像中順中間 那都日本時代做的 台湯那都是 南進台灣 尤其有日本人建設的 三十一的是全世界第一 我們有時間我來講 讓你們聽 三十一項的全世界第一 一都是日本人建設 為什麼他會建設 你考慮看看 他有把我們這些人 動作他們的人 把這個地方動作引導 他才會建設 中華民國立馬政府 他都一直想要反攻大陸 他要告老返鄉 所以我們的通信都說 我們要把中華民國拐出來 我說 不要把那些人往上自己去挑 人家都以前 他們就讓他們老闆 要執政前 就說終極統一 那是他們要回兩者 不是我們各種 所以我們不用說 我們要各種人 他就是終極統一 對不對 我們下面立雲跟男人 都說不一樣 一個說要統一 一個說不統一 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完成他的訓願而已 在法里講 我們到美國後 美國歐巴馬在執行 他就是依照他們簽了EQFA 說EQ法 所以現在有過班 他們自己拔很多 出的當然發到發不完 這樣啦 所以EQ法簽下去 符合他們統一的條件 因為美國人會請 留望政府在這裡管理 EQ是要反共 那麼親共 他失去這個資格 以美國就能把取消資格 剛好我們故意 那個就是說 天意啦 天意啦 我們台灣人艱苦到這裡 我們要出頭天啊 不能再扣下去啦 所以說歐巴馬呢 如果不敢到三天 以我們台灣人 我現在又說到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都不合作啦 對不對 那麼 我們現在 沒有分裂就變成了 所以在我們執政以前 我們這都要知道 台灣人很愛 搭來搭去 搭來搭去 是不是這樣 為什麼 這絕對不會通過 我們別人不感動 我們自己就打死了 對不對 這樣要怎麼執政 這是我最煩惱的啦 我在日本來來回回四十年 人家的教育 人家的團結 真的我們對人不中啦 我誠心在說 欸 日本人整天來 我當時在 台北開氣候 都做日本人 你一個團體如果來 他們 家族裡面 隨便有一個成員 他們家的人 身體不太好 發生 感覺比較困難 整天晚上 拼好了 要出去喝酒 大家都不出去 我們台灣人敢做的 這樣 所以是李羽帽 有同理心啦 我看到台灣人 怎樣 當人家過身 穿白袍 整個臉 講一講 我講是怎樣 剛才去卡拉OK 剛才回家 這樣 這樣 母的老婆過身 蓋他沒有關係 養到那裡 那麼漂亮 那麼大 一個女兒 讓他做母 他都沒有感動到嗎 還喝酒喝下去 這個 我親眼看到的 還有搞鬼案 你知道嗎 搞鬼案 灰車跟從 翻過那個 台東的 外南的 有沒有 警察要去心問啊 他們那個 哥哥沒有死這個 沒有 他們兄弟說去 釣的草子 他們哥哥 民安公公 人家在採訪 說他去卡拉OK 他死小弟是很高興的喔 不然 他們兄弟釣死他 他知道 又去卡拉OK 所以說 這個民族性 教育非常非常的失敗 我們絕對 我們家是先行者 我們絕對要去教育 還要搞 改革 因為我們年紀比較多 我們是生意 以後 寄望都在你們這些年輕人的身上 我們絕對 從小時候 尤其是胎教開始 因為我在 富佑福利神 以前說 富裕肺 那麼我們要從基礎開始 我們一個人 蓋上槍一樣 你跟大人 人家說 朱木不可丟 所以要從基礎開始教育 從我們開始這樣子 所以說 等我們所有的規矩 所有的手法 觀念 所有的習慣 改好了 以後 我們現在可以做一個模範 來領導別人 那麼 我是跟 民政府所作所為 我在日本四十幾年所看到的 我一一的來推薦 來推動 然後呢 我把它當作在修行 因為怎麼樣呢 你如果是說 你去哪裡一個廟室 或你去哪裡一山都好 哪一個山都好 哪一個山頭都大 都是 很多都有 經濟化 就是廟室拿來拼經濟 現在醫生拿來拼經濟 這個現象很明顯 不是我在學會講 必須在賺錢的工具 你要真正修行 四百年來台灣 不要自己執政過 不要自己管過 進來這邊是最好做 善事的時候啊 你 如果你去拼 你在重要的單位 你是重要的幹部 你要做什麼 所謂心 所欲啊 是不是很有可能 你可以 政策推動 可以有圓聯 資金 國家政府的資金 給你提 你才可以做到 很好的善事啊 所以 我 當我 前 組長 我一進來就副組長 把我搖槍去實斬 我有一天睡去 沒有三天了 睡去 在夢中 就看到 梁醫 醫人 梁將醫國 我就把梁醫這個區塊 我行醫五十幾年啊 中西醫都讀過 我說這樣又求 我受過萬了啦 這個國家 看到嚴重的 嚴重 我一定要來救國 不要再救人 這樣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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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救國 可以 範圍很大 而且 能力很強 可以 做到很大的功德 我們的 很多童心 也是有手感的 喔 人家做選手 是不是都付出而已 你去到哪裡做選手 都付出嘛 對不對 還有收入 我們這個說薪水又幾倍呢 這樣 拔廟還會爬起來笑嗎 做選手 還會薪水 售售 還有官方做耶 這樣和樂而不為 所以我喔 越做越高興啦 你們會高興嗎 對 你如果普通去廟室 都是偷腰包的嘛 偷腰都沒有了 你就沒有能力再做了嘛 你來這裡做官薪水 你如果越多 公德又越做越多 有形的錢財跟無形錢財 一起來 這樣是不是很大的福祉 對不對 這樣又有人不愛做 不可能嘛 我如果說到這個重要的 你更會去珍惜 為什麼你會來民政府 我們有錢賺 有公務人員可以做 我們可以修行 而且喔 我跟你們說一點 你們要注意的啦 讓你們收行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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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情 會發生啦 因為我剛才說過 台灣人很會收拾 對不對 你們膝蓋都收拾 很多人會收拾 因為台灣人的習慣度 我齁 參加八年 四年來齁 都不斷地被打擊 我 我的老師跟我說 怎麼 這是幫你消業 我說聽不懂 你消什麼業 那些不正常的事情 收業 我說好 這樣我盡量喝來 喝來到現在 都沒有蓋人完結過 我都會買咖啡給他好 你知道嗎 這樣真的能成長 他說這樣還不說 你買咖啡給他吃 還要給他 謝謝 我說好了 我沒學 謝謝 謝謝 我說不懂 會出來 這樣多少說話 是會的 買一杯咖啡 說來來來 喝咖啡 這樣說 便宗會出來 如果你要說 要給他洗一洗 這樣我看我自己會討出來 所以我功夫還不夠 還是要繼續努力 我們每一個人 一定都會遇到 你去對一個單位 都有那些爛七八糟的人在 真的台灣是很嚴重 所以你們想要做官 我們想要有組織 在組織裡面運作 我說這不是嚇唬你們 不是跟你們害怕的 但是你要比我更有本事去抵抗 我先幫你打預防針而已 對不對 因為我是醫護人員 先幫你打預防針 不然你們打得到 這是幫我消業 還是承成長的 我要替他洗一洗 而我一樣 買一杯咖啡給他喝 這樣我們裡面就很和諧 建國我們要支持政府 我們才有希望 不然每天都很忙 哪有頭髮膏要主政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關鍵時刻 我們這步一定要學到 以下我們有很多要 遵守 而且要注意的事項 我們就是 趕快來研究看看 來共同成長 來 那個 這裡 來 我們 我這裡 所有的條件 我也幫他寫作 一百公八項 一百公八項 在佛教裡面說 是一百公八項 我們的父法神 父法神 我們這裡都抵抗 我是感覺說 你如果知道 三十項這樣有尊修 做人就都很完美了 應該都沒有問題了 來 我們現在就是說 你知道很多我們 經執政的時候 你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一定要混勇不斷地追求目標 我們的目標是執政嘛 對不對 那麼這個目標我們往前 然後其餘的事情是小啦 準備認識你自己 要立志做大事 我們不是要做大官而已 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大師 大師 你的功德才會很多 建立要有信心 奮鬥進取 我們一定要 每天去成長 為什麼 要進取 你不進取 你停頓 你九級班回去 還要點點那邊做 做官 你很多事情不知道 很多事情不知道 那麼你要進取 要有什麼方法 你要去軍林 要去秋林 要藏回來中央 來取經 來加持 這樣你就會進步很多 多參與 而且要像 進來很久的人來學習 你就會折很多 來 即發對事業的熱神 我們這也是一種的大事業 因為 我們古早 我們自己想要 想要一個人 想要一個家庭而已 我們這是國家 國的一個家 我們所作所為 不是只要顧我們自己 我們是要顧所有的人民 我們的人民 所以我們要 要激發對這個的熱忱 我們要有對別人 有貢獻的時刻 所以要有熱忱 我們要重視團隊的精神 所以團隊的精神 就是不可以這樣 搭來搭去 像說你們來三天 最沒有你的家庭 微笑一下 不然 好想留下定位 後來你做什麼 你做什麼 哪一行 你都認識了 你就不會有困難 當你有困難 當你有困難 我打電話 這個在做土水的 這個在做水電的 你親自叫 童心裡面都有 尤其童心 是要真正 心連心 不是只掛在嘴巴而已 不是只有一個口號 真正要動心 不可以說叫嫁 叫嫁的 我們就事情做不好 所以要重視團隊 這個精神 要養成良好的習慣 我們過去什麼習慣都 習慣一個家庭而已 一個小家庭 我們現在要管一個大家 大的家 大的家就是國家 國家 所以說養成好的習慣 第一個 有禮貌 第二個 這個 鎖時間 開會 我看台灣人 放貼 說六點半 七點半 我還要養死 還要買房子 這樣 這種要開境 那在國際上 那不通過 不可以照自己的藝術 要有一個標準 所以不能方公消化 所以很多很多的習慣 你從現在開始 你準備要做官 你一條一條要改革 把它紀錄起來 將來 當你當官的時候 你要一一去實現 去推行 所以說 我們是新建立的政府 所以每一個成員 都要有自己 所要做的事 勇往直前 勇不停步 這就是說 你不能回去之後 有人告訴你 啊 你去洪騙去了 詐騙集團 對不對 你就開始 停起來 說 這樣喔 不就去洪騙去了 不然我停下去了 等一下 我再研究看看 現在 錢緊迫 沒有時間讓你停下腳步 因為你不進則退 現在每一個人的腳步 包括鬥爭 農子 大家要擠頭青 跟我們的細胞一樣 你如果不走在後面 就一直放在後面 一直放在後面 所以我們一定 不能停下腳步 一定 要力求速度 來 來 熱心積極的態度 和實質的信心 因為我們 不是自己去努力而已 同心要同心協力以外 我們就是要鼓勵 還不去賣的人 當我們有覺得哪裡有好處的時候 我們親菜吃一碗麵 說很好吃 我們也會補我們的消滴 消滅 老婆老婆說 欸那東西不錯吃嘛 就這樣而已啊 我們不是說 欸 好做傳足銷 我們去跟我們介紹的人 還有一項抽 沒有嘛 但是呢 我們是以愛心 去照顧別人的心 把這個消息 跟對方說 阿伯他的薪水 你有分嗎 沒有嘛 但是呢 我們是為了他好 阿伯他一輩子會感謝我們 所以他也是協助我們一輩子 也是我們的夥伴 所以呢 我們一定要有我們的 腳手左右手 至少你要在背 兩個左右手來幫助你 最好 是你的左右手 要比你能力還強 有些人齁 很傻的都說 我帶他去比我更厲害 就把我壓倒了對不對 他又不聽我們 我們的愛心跟熱心會感動他 把你抬上去 我相信 有良心的人是這樣 你不用怕說 剛才去的人比你更厲害 就把你尾唱去 我每一個人都把他吐來中用 我都說 通信 以後就看你了 你要照顧我 大家也把我印好 這樣我會拜多量你知道嗎 對不對 所以不用怕人厲害 我們台灣人很怕人厲害對不對 你如果黑漏這個 這個沒有黑漏 那個就陷了一百個給你聽 奇怪就沒有隨時心了 台灣人很懷孕 很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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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我說的 這好像把台灣人說得不像人 實在是實質嘛 對不對 我也沒有黑白說 因為我 要跟這裡 像我們的一個 我們的徐格林老師也說 我們本來沒有頭的人 現在要把頭放下去 我們一個頭 倒下去 變成有智慧的人 我們有頭 頭就是修練 我們這顆頭就是要帶人 你又沒有頭要怎麼帶人 對不對 所以很重要 所以說 我們一定要有信心十足 來有果斷不是武斷 完善的人格 也要幫助別人成功 所以說 我們自己的能力有限 但是別人 很多人都比我們能力強 我們要跟這些建立關係 然後拉攏他們 提拔他們 如果他們不知道 我們要讓他們知道 讓他們去 做比我們更好 那果斷呢 不是武斷 武斷是說 莫名其妙 我說這樣就這樣 大家都要聽我的 叫武斷 果斷你是非常正確 而且速度很快 可以去抉擇到分辨黑民 還是黑白你要分辨清楚 那叫判斷力 叫智慧 所以 不是那個說 我執行中 一定堅持他的意見 叫武斷 所以 一定要有完善的人格 可以幫助別人來成功 別人成功 我們也是會成功 所以 很有 很有良心的人 更會把你捧得越高 所以說 一定要有這樣做 我們才會一步一步往前走 來有堅韌不拔的毅力 無論碰到什麼事物 我們就是目標為主 我就是要建國 我就是要執政 不管執政以後 我們坐的是哪一個位置 我絕對這樣走 你把我上海好 把我妹好 把我屁股好 把我海好 我就是一定往前走 我這四年來就是這樣 我參加八年了 那前四年 說要去高高 不知道從哪裡去 那時候我都沒有參加活動 但是 一定 那個事情我心裡 總有一天 那個肥力磁場 欸 還有人家來找我 唉唷 又成功了 趕快再來 我就載到載到載到現在 無論踏到鐵盆 踏到焦頭 我都總是 無關腳有在流血 沒有流血 會痛不了 我最最怕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 堅韌不拔的這個毅力 沒有毅力 拔命就退黨了 退黨了 就沒有再在那裡 就沒有力量了 所以說 我們這是革命先行者 我們一定要比別人還堅強 有小事情 不是 不是說要健康的事情 那都沒關係 他如果是說 台灣民政府要接政 無論你 怎麼樣 艱苦都總是要自己嚇過 所以 這是一種有冒險的精神 冒險不是一定危險 因為 人要不知道 冒險的精神 就是先知先覺 所以有的先知先覺 有的 都總是和這冒險者 所做的事情 你如果是說 沒有一點點的冒險 因為所謂的冒險 不是 不會達到目的 是說 離那個目標還遠 你就敢去做 那叫冒險精神 那麼 那就是先知先覺 有的說不知不覺 那不知不覺 不知不覺 不知不覺 還好 所以說 我們在人間 人類當中 至少也有分從 三等人 三等人 我如果 民政府 人家給他付 我都會自己問一句 你給他看 我們這個世間 好些人比較多 還是三等人比較多 他說好些人比較少 對 我就是好些人比較多 那個人 那叫做 有冒險精神 是先知先覺的人 我們就是 頭髮比較好的人 所以我們賺錢 我們不用 用這個 體力去做 我們一定 當頭髮 我們就有辦法 維持我們的生活 所以 見解不同 所以 我們的所作所為也不同 那叫做冒險精神 有良好溝通 與解決問題的技巧 因為 你如果溝通不良的人 人家會說話 有夠難聽 對不對 說話很難聽 三兩句 就要蓋人起衝突 這個也要改進 因為 有人會說你官僚啊 因為你現在身份不一樣 你所講的哪一句 都會刺動別人的神經啊 人會刺動他的敏感神經 他就會跟你對立啊 所以說 一定要有 溝通能力 所以 你跟人 跟人的中間 講話的技巧 這個問題 不能像以前說 親切講講的就好了 黑白發發的就好了 因為我們現在是大關 所以我們以後講話 就不能隨隨便便了 你的 極質動作 大家都眼睛 天金金的給你看 所以說 我們 就是要時時刻刻 提醒自己 你一定 不能破壞形象 來 培養一批負責 有擔當有能幹的人 來支援你 你要找 找 這個人有負責任的 比較有擔當的 就是 法座家座 法庭家庭的 那種人 來做你的左右手 所以你 不是你單打獨鬥 你就可以去執政 你就可以去做大關 你一定要有左右手 你一定要有人來給你支援 那麽你要結交 不一定我們的親戚朋友 那麽要自同道合的朋友 你跟我會合 我跟你會合 那個叫磁場合合 磁場合合 就是你的等級相等 class有剛好 這樣才有辦法當中 class差太多 一說下去就衝突 就在那裡收拾了 那沒有辦法做事情 所以人家外面說 靈高靈風高風 我們家的交動 對不對 每一個階級 你去結交你的等級 他可以跟你合作到無間 所以說這很重要 你準備怎麼樣去做官 你很重要的事情 要有充沛的精力 以進取心 現在就是說 充沛的精力 當我們要執政 我們依據 是六個月 那麽這當中 你不要說 過去我就三個半個 兩三點才要來睡 現在天空氣的人 跟你說什麼 你都在哪裡 那就不行 所以你要有充沛的精力 包括你的生活起居 你的營養都要照顧好 你才有充沛的精力 然後才能進取 有進取心 所有的有會必到 你去可以研究 很多事情 抹很多事情 還可以食材很多人 你都要做準備 像我們以前 進來的時候 說 將來我們可以辦 新婚證 這樣我們就在拚 新婚證 當時要辦 還是會辦 辦家裡什麼 都不知道我們就開始拚 就往那個目標 一直衝 所以說 改掉外習慣 要養成好習慣 以前我們不習慣 像說我的助理 我的助理 以前是銀行退休的 晚上不睡覺 白天不吃飯 這樣 其實 差不多三四點 等來他要到三天 你是要來帶我下班的 對不對 所以那種習慣 一定要改掉 他現在很認真 十點就夠了 如果能夠更快 八點就上班了更快 以前他銀行也是這樣子 就是說有些人 退休以後是沒有頭路 整個習慣都改變了 那你現在去 只有短短六個月 讓你去習慣整備 你不可以再像過期 那種的習慣 當要叫你上班的時候 你起不來 要怎麼辦 所以說 去還在那裡 我們不是請人 請人要去那裡 所以說一定要養成好的習慣 我現在去你自己要設定自己 就是從現在開始就是當大官 要有很好的習慣 所以說進一步認識有意義 以無意義的界線問題 我現在開始 這邊要來你給我聽口 這邊來你給我宴會 你要分辨什麼叫有意義 有時候去香腸熟 你可以慢慢把它剔除掉 你不要把整個時間都站在 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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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無利的地方 所以說 很多 我 就很多 社會去 我說會長官 到一個程度 你一定要把你 以前所有的應酬 都要做一個階段的了結 你如果沒有的時間 你十八星也應付不去 因為很多的活動 你全部要參加 哪有可能 所以你要撥很多時間來台灣民政府 你現在有辦法阿伯來做大官 你如果再繼續在百種的應酬 應酬當中 你失去很多學習的機會 我看阿伯你做起來也不會對情 所以由現在去你就要去分 你自己做的跟不自己做的工作出來 把很多時間來準備你執政 你所要做的事情 來 這很重要 來承認錯誤 就是說 過去你很多不對的地方 你要改進 要把它改掉 愛 坦坦誠誠 向自己說 不 那麼 你 不可以再應酬 人家跟你說這個習慣 就有夠壞了 像我們很幾位的師父 就是 硬要把那個 鬍子留很長 頭髮留很長 表示說他的就是宗教代表 我還不到那個時候 你現在要養成 然後要塑造一個大官的形象 所以他也聽說 每一個人都乾乾淨 嘴唇唇唇唇唇唇 不然你老胆都會很大 我們現在不是古代時代說 我就要說我爬秋才是大 對不對 我們的時代不同了 所以说一定把我们自己败的 人认为不好的 我们一定要一一把它改掉 六个月里面 时间很少 一定要改进到 你真的有生意在住 强者懂得如何控制自己 掌握最佳的时机 做出这句罪不对 这句罪是要这句 最正确的判断 现在就是说 你我像什么人和事情 你一定要懂得克制自己 很多情绪化 无论松怀就这样发飙 发飙你会把你的投入的花花掉 所以说而且形象破坏掉 你准备要当人家的长官 你去旁边的人看到你那种模样 就掉下来了 无主意了 所以你就一定要控制自己 你要最佳的持续 最判断 因为所有的事情在说一个事情的时候都是在判断 我过去战略学会都在战略 包括你的亲人 包括你要跟孩子说话 一句话出去 要让孩子信服 达到你的目的 也叫做战略 所以说时时刻刻在战略 你政策是 政策是意备要做的事情而已 去预定而已 那么战略是时时刻刻都在执行当中 都总是在进行的中间 那个判断是非常重要 所以不可以判断错误了 判断错误你随意处理 就没办法进行 接触能够激励别人的人 这很重要 你如果是陪我做会 我每天跟你说 给你欢喜 半面子都会爬起来笑 比较快我们要接触了 很多好消息我都会跟你说 四月二三 欧巴马去既天宏 七月七月安倍晋三改选法 十一月他解除国会 现在十二月他再算过半 这个好消息 这样一条一条一直成功 你真的心花可以躲躲开 你说得很高兴 你不要每天 搬那天唱哭丁子给你听的人 你要避开 每天就这样跟你挨 我们媳妇安 我们好心怎么 每天都说这给你听 你感觉又有时间去准备要做歌 有没有 有的人很悲观对不对 每天哭哭啼啼 每天都要找你 你都拜託我现在没用 不是我们没有慈悲 我们没有时间插那多 我们这个事情很重要 你能够安慰整个 可以协助他 他有什么困难去帮助 你不要每天跟他 每天听他唱哭丁子 每天唱哭哭给你听 这样会影响你的思维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熟悉的就是 更乐观的 更积极的人 我们才会进步 每天都说负面 让你听的人 绝对让你堕落 对不对 我没问这句 我都怕人会堕骨 所以 我们就想要远离 发劳骚的这些说过 消极的人 这对我们胜海比较大 沾掉我们很多的生命空间 我们每天 如果蓬积极的人 说快点 对待有 可以来拼的地方探钱 这有对待可以做生殊 这样你每天都 过得很充实 那种的 你不会浪费你的生命 跟时间来改变思想 就能改变人生 我的研究 我以前 我十四回就出社会了 就去做S光检验 他没讀 他的我就去做他 古早时代都可以 去厄也会 所以说 协力跟精力 我们的秘师长 含有智慧 他说 精力胜过协力 说不定中华民国的协力 我们不一定 要承认到怎么办 在专业领域 没错 在学术方面 他们 讨论多了 里面垃圾越多了 所以说精力很重要 一个人的精力 包括专业的精力 都总是很重要 所以说 我的经验 说 有时候事与愿违 我们就要做这样 就不这样 你要做这样就不这样 所以我后来 我也是去研究 也去找很多项目的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会这样 很奇怪 我研究到 所有的什么五行 什么十二星象 什么到最后一个答案 就是这句而已 你的思想如果改变 你的人生就改变 有利吗 所以想命的 很多我们的师傅 如果有受欢迎的人 你想他的命 想不准 对不对 意思在对 因为你有在做善行 你的运势会改变 就是因果会改变 你过去都一直做不好的 因果就会显示你 将来不好的命运 那就是因果 这是一定会 什么时候会接轨 那么你的思想好了以后 你慢慢去做 隆重非常正确的 种下的好的事情 将来的国一定是好的 这样你的命运就改变了 所以 我们现在去 我们的思想是正确的 我们是要求台湾的人民 要把台湾人民 后面的驾驾顺顺顺 带到康庄大道 幸福美满 所以这种的劝力 它就是 走起来 就是说 这个人生 你绝对你的命运就改变 所以不用再算命 你说你现在想什么 后面你的命运就变什么 这是事实的事情 我有跟他似乎一层 都拜六礼拜 就去廟室 去跟他做疑心 那是奇怪的 我们的 我们的童本来在日本设计 回来 那个发起疼 没什么有了 没什么搞不清楚 都是那一般后面的第三名 你知道吗 我都没说 去保湿也没怎么办 我就一直 出去都做疑众 都去做疑众 奇怪 不太不自说 都要变来 头前第三名 这样有奇怪吗 当然你做善事就是有善报 所以说 我认为说 我来 民政府八年了 我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很损失 而且 人家说 打不死的蟑螂 很多人想要把我拍 我拍得比较大 所以我就感觉 那个是行善的力量 行善的力量 所以说 一个人的思想 如果是改变了 他的人生 真的就是会改变 你不可以再像以前 也许我们 以前都很好 那么好要更好 更上一层楼 这样好吗 更上一层楼 要乐观的态度去对待这个人生 有莫大的帮助 那么认识这个人生 佛教里面讲的说 人生苦短 有没有 如果跌跌跌 八十岁九十岁 真正是一扎眼就到了 所以 这 短短的生命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 不过我就 有去研究 什么 我们要期待我们的干细胞 那你如果是要改变 你的寿命 你也可以从干细胞里去走手 所以说 在你的生活企迹 你不要糟蹋你的身体 你不要让你的身体去得到很多折磨 吃很多药来是没睡 这期炒烦太多了 那都是对你的生命有伤害 如果 我们现在每一个人的经济好 那是最大的良药 所以说 为什么我要把 台湾来改变 就是 救最多 医最多的人 因为我们现在是政策不对 政策不对以前 我们说这收入 就是平均 就是4万块 人家 韩国到 我们的新加坡都8万 我们这4万块 还本做两个人 你上两天我上两天 你上两天我上两天 说这失业率很低 不是胡臭八道 对不对 每一个人 几乎都 碰到危机 哪不会有癌症那么多 为什么癌症他说症他为什么不说病 因为癌症根本就不是病 是一个症状 那症状是来自哪里 每一个人的思想 错误也会有癌症 每一个人有压力 也会有癌症 那么癌症 好吗 这么好 你全部放下 每天都快快落落 过去 我反正要死 我就什么都 没过来 我相信 小小 短短的时间 你马上会好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人有压力 或是烦恼 伤心的时候 你会 自由基产生很大 然后破坏你的细胞 我们一个人六十兆细胞 你一直破坏 你本来10个人做工 哪个人 对不对 所以说 那么压力 它是会让你的 能量 你的营养一直出去 你如果补足不到 整只车都会小心 没油就转不走 所以你 若是 把你的营养补足 然后你 一台车不像 扣扣 一直跟转 我相信 那台车就没事情了 那么你要好很简单 你把营养补进去 能够 让你的 细胞 能够再生 能够 分化 外面的医学都跟你说 防止你细胞老化 那个还不够 防止来老化就是说 一台车你一直修理 修理到久了 变蓬果子嘛 对不对 那不是修理 你就是说 穿装一张团就好 你那个鱼一直要补起 老的你 肯定是没关系 你这个新的 一直补起 越来越大层 越来越大层 这层研究就不会死 是这个原理 你要 有细胞 可以供应它的原料 那么要全方位的营养 不是单方营养 就可以 你要起床 就是要按摩头 刷一刷水 海彩 全方位以外 你还要加上 黄金比例 没有黄金比例 你说按摩头 一包 水两核 这样就可以撤裂用 不可以 所以这个学问在这里 所以说我做健康节目也好 在 营养公司讲课也好 重点是在这里 大家都有吃 有吃你 你说你要起床 每天都只要买黄金 不然说我付钱 我买那天气最佣 整间厨都用去天气沉吗 不沉嘛 所以说黄金头刷一刷水 你一定要再平均 要达到黄金比例 你才能够建造细胞 那么细胞会 分化 然后再生 你会再拖 一直再拖 拖着大堆 这样 你才不会死 所以说我们有去保佣 一个人的 生命 应该 他的细胞可以 再生分化 直到150岁以上 大家要这样吗 我希望150年以后 还看到你们 所以说 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身体照顾好 人生 钱多少 干多大 最重要的身体照顾好 所以我现在讲给你们 简单恶药的方法 一定要心情非常好 心情非常好 就像这台车 在那儿都不可以 为什么 像我们阿嬷 九十四岁 她是以后拔到 失血过多 不然 她吃饭都配菜头 不配豆腐而已 人家是怎样 比较多 因为她一台车 都刚才把她发露走而已 就没在 没在 靠白座 你知道吗 我们人 有的人 一个生股 每天就 用很多 所以 我们一定要 注意自己的身体 不能过劳 你过劳 或是压力太大 自己不能承受 绝对什么 忧郁症癌症 癌症都出来了 那忧郁症 跟照抑郁症 那是也是来自一家 那个压力 那么压力的 在之前 他的征兆在哪里 他 睡不起的原因 每一个人 都有拔倒过吗 小时候有没有摔倒 摔倒说去在习家 我都在习家 我不是说 习家 要让他放松 因为拔倒的 当中那一瞬间 你的智力神经会打结 会结论 当你有压力的时候 气血不足的时候 传导不过 传导不过 脑皮子垃圾 代谢不出去 这里面垃圾越来越多 要怎么办 眼红外线照射 或是靠 按摩舒缓 你把你的经络 主 我们的主子神经 就是有智力神经跟腹交感神经 智力神经是白斑在运作 就是动态 腹交感神经 是晚上是静态的 那么静态是排毒跟吸收营养 你如果这两种做不来 你 头部里面垃圾越来越大越多 腰子现在让你吃什么 压住你神经缓慢 会不会越来越严重 神经缓慢 我们本来就不会对胆 你又把腰慢慢 它代谢越来 垃圾越来越多 吃到背后 看人 孕狗 孕狗 走路 像摩驿 走坏的 因为铜铜铜 会不会好 不好 你就把你的 筋肉 智力神经跟交感神经的功能交替 把它调好 绝对会好 我已有够多了 我如果说要饮饭钱 都用保安就好了 我就贪很多钱 结果呢 如果来罚他的胃我没有拿钱 胃的花没八百块 所以说 我们要当官 你要把身体调好 你不要什么都是说 我找医师 来给他吃一大包 以后就好了 不会 我们现在要做大官 我们的知识知会 要胜过医师 他们虽然那种专业 但是他有很多不懂 你如果说有讀中医 还有讀西医 还有讀营养医学 有讀健康医学 我太太了 所以他们懂的是 他一个区块 他在疾病医学 尤其台湾很慘烦的就是 健保只给付疾病医学 他不给付健康医学的东西 你不是 人家以前不是说 针背没有医吗 针背就是健康医学 你疾病医学 叫隔背没有医 针背没有医 隔背就是 真有医隔背 所以说你疾病医学 你才去吃药 你如果说健康医学 就是针背 针背是什么 是来自于你自己的身体 自己发生的 那就是针背 针背 你要靠营养 靠你的筋肉调整 你的骨头 你做物理治疗 这一些是自然医学你才会好 你吃很多药 吃到脖子歪去 吃到你的神经通过 都不可能 所以说针背没有医 那么你续静病毒发源 你一定要吃药了 不管它是中医药或是西医药 都病毒肝疾病一定要吃药 不是疾病 你们现在去就说健康不用钱了 大家都也拿回家做饭吃 这样会慈善吗 你把所有的细胞都毒死掉了嘛 你要生一粒细胞才有那么简单 像我说的 暗门土耳也少了水 没有一个人可以每天吃到均衡的营养 尤其我们的料理都要一粒 煮一粒就要吃到百分之一 吃一粒 那日本人要一粒一粒一粒 才配合真正的养生 真正的健康医学 不是咧 我们都要一粒一粒一粒 几个营养在 所以说都营养就是 不是不足是不均衡 我们会病是不均衡 尤其说都营养的油给我们吃 对不对 后来就营养的油又提炼果给我们吃 我们真正是无敌铁金刚 尤其台湾人比豬还不容易 豬只吃到農油了 我们吃到什么油什么都吃到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自己的饮食 我们有毒素的少吃 等我们执政我们要一一来推行 所以说要来改革 台湾才有希望 不然我们这个人民 台湾族都在乎别忘了 人们都这样召召的 中国派很多过了 召召的要结婚生孙 像我们家也有两个共云孙 不然要怎么办 两个共云孙 你要说不必要听吗 也是要听吗 我们坚持七分 人by 认识自己的 Ernst United 你 主管是主管 民主是民主 两回事 两马 Prime 你若是去住美國 你收美國館的 拿美國的負責 你也要說你美國人 說我就是台灣人民社會 所以要認清楚我們是執政者 我們是大官 民族跟主權絕對不是 是兩馬事 主權是你住在這個土地 人民 外交 這樣組成一個國家跟政府 這三個條件 這是法理喔 土地 還有人民 還有外交權 這樣組成一個政府跟國家 你是不是這些民族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說民族跟不一樣 我們說很簡單 你說像我說我們國家的 我們國家的 我們國家的就一定 跟我一樣說台灣的 現在有共會的孫子也是我們國家的 同樣的意思啊 不然你來到我們家 你就是國家的人啊 就是要國嘛 你不可以說我們是中國來的 那跟民族都沒有關係 你來我們國家就是 我們國家就是主權 這樣知道嗎 那簡單的比喻就是這樣啦 不要以後說我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真正我們就從中國來 那沒有關係啦 我們是他祖宗十八代啦 真正的事情 從當時尚來的許老師說 我有聽 一直薄 薄到補到補到這裏 我們比他更長 所以說民族是民族 主權是主權 主權是你住在這個 我再一次的強調 你住這塊土地 你是這個的人民 而且你有外交权 这样组成一个国家 是主权的一个标准 这三项 如果不是 就主权 像我们的家 你这间家 你要有困争 你住在那里 你有办这间家 你有招待给你 对不对 你如果说没有 我随便在你家住 我住一百年 那间家也不是我的 所以主权也不是你的 你一定那间家 宽生是不是有办你的 最后你爸爸妈妈的 你儿子的 这间家才有算你家的 那就是主权 所以你在那里还有办 你在那边有拘留权 然后你出去 你出去有生分 你才能去做外交嘛 你家里的 你又在这里 你要陪人家说 事情要做生意 要缺少人就知道 你家在这里 这间家里的 你也才要让你缺少 不然你住家 还是说你去工照大的人 要让你缺少 两天要去找你了 同样的意思 所以不要一直讲民主跟主权 因为中华民国跟家的 都国家的 人家一百年 只敢说我们是中华民族 民族跟主权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 因为他不跟教育 也没给我们福利 所以他不是我们主权的 只要国家 所以是怎么说我们主权 是日本奉鎳的 我们是属于他 因为他有给我们扮扮扮扮扮 扮日本借 给我们自由选择 两天给我们 公告以后两年给我们选择 把我们的参政权跟参战权 都给我们 土地他也有去过户 能去日本天皇的 所以这样组成 他的主权不能再改变 你若不去购买 若不去购买 应求也是他的 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来 乐观的态度 对人生莫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一定要乐观 这个刚才都讲过了 有增进良好的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 我们现在台湾人都很优秀励 都更客气 所以如果外国人做会 就这样螺螺抱抱 这个是有增进这个人际关系 我们都很比赛的 看到最多这样而已 不敢说很热情 所以我们家我们就培养 非常热情 因为我都陷信服和收入大 我们政府修年看着我们都也抱一抱 那是外国的礼仪嘛 所以我们的孩子 嫁到现在我们孙国中三年级 他们站在旁边 我们族车也要把我摘一下 他才可以回来 如果回来也是要摘一下 这样子别人看起来会很窩心 很好的 还有而且我有深深感会到 以前我如果不打拼中风 他五个族车 那五个族车回去 站在旁边 女儿你有比较好吗 我的心理刺激 我就想说 他怎么都站在旁边 上街把他扭车 扭手而已 好像怕他咬到的 我就想说 我会怎么样这样子 我如果回去都跟妈妈母来 因为收入跟她母关系 有这种教育 我们在医院 以前日本的宿建会 你有听过吗 宿建会就都跟他们咬离他 你讲话 你吃饭 你走路 都是什么样的姿势 就都跟他们咬便便 我感觉很奇怪 后来我就摘起来 摘起来 摘起来门床 我就从头上去刷 他念到死就说 好 你生那个族车有够好 跟我妈妈一直说 我妈妈 我也不知道 这样子有什么特别 因为我在医院上班 没有摘 对每一个病人 都是把他当家人一样 因为收入你看他牺牲 一生都没有结婚 都奉献在病人的身上 把每一个人的病人都当做他的儿子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大官 以前台湾不是说父母 所以我们要具备有父母这种心来对待人民 所以我呢 以前这个事情都牢牢记在心里 一直都培养这样子的习惯 因为日本人虽然没有漏漏包包包 刚才走到这样子 我没办法沾到那里沾下去 所以说这种好的我们要学习 刚才我刚才说一遍 我去日本这边就是说 他们一个教育家 然后所有的法律 都被那个麦克拉帅把他们停住 第一就是天皇不是神 不能尽量把他们的崇拜领袖的那种观念 把他打消掉 然后把他们的宪法改掉 他的所有的制度改掉 古早的日本的所有的土地都是人民的 都是天皇的 都定期天皇的 后来他就是把土地什么的 就是人民的 这样的意思 所以改革说唯一不改的 就是他们的教育制度 教育制度没有改 那时候战争以后 法国英国德国都去取经 都请这个老先生 把他的版本 教育版本送到他们那边去 所以他们 祝庆祝好 他们一直体制到现在没有改变的国家 都总是学习他们的教育 唯独 就是 德国 东德西德 就是战争以后他们说要统一 统一 因为你如果是教法到 这个共产国家的教育 跟我们自由民主的 爆雷德 伤害非常大 像俄罗斯也是 他们去统一起来 不均衡 好的一方被拉下来 所以我们那时候 我们的理论会 说他们中国一直要跟我们统一 说厦门 厦门广州那一带 说要让我们去管 做模范 模范地区 好可知道 我们没去 捅起来 如果 像探心 现在我们变中国人 很慈善 世世代代做中国人 隆重是强盗的行为 我们那种的民主在世界上 没有人乔得起 好可知道 那个老人说 汉捷不良力 所以让我们 没说 刚才去 这样 帮他们的 夫妇的 这样 变成中国人 那也是 天佑台湾 但 其实 我们要不 清朝要不送给日本的事 我们这个民主在台湾就好几万年了 所以说 我们是送给人 本给人的 子 但是 本给人 本到好 的人 又有疼 这样就算不错 这样就算有福报 没有 我们也不是 他本人 所以说 我们 现在就是 跟 这个事情 全部 全部 都了解 了好 我们 尊重 很多 这个 习惯来帮助 我们 要 乐观 这个 政治 里面最大的就是教育 如果每一个人 都很标准 都很好 思想都很正确 这个执政者好的话 他才会 有心 照顾人民 一天跟 度争 每天想利益 向前看去 他们中国人 我以前 战略学会 都市大官 他们有一句话说 所有要 谈事情 都提前来讲 你知道吗 要提前来讲 如果没有提前来讲 援救援救 援救 援救援救 这种文化怎么行呢 你如果没有提前来得分手 分手也好嘛 对不对 这个是口音和艺术 跟他们所作所 是符合的啦 那当我们做官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这样 所以我们要有 父母观的心 来照顾人民 来照顾人民 所以 人呢 在做 天在看 我 不是说 没有办法 掌控自己 我只有 依赖 这个 老天爷 神 什么什么 不是这样子 这个良心 是来自你的 道德观念 道德观念好的话 你的人生就会好 你就会乐观 所有的事情 你碰到 你就不会觉得很傲趣 所以 增进良好的关系 是很重要的 用人之道 在于 资源善用 你不能把你的母子 随随便便来重用 有时候 那个人 就是把你害死的人 你知道吗 也不好 为了他是你的家人 你来重用他 一个人 如果不应急 你一定要改变 不可以说 这个是我们上 这个是我们上 所有我们要当官 最注意的 你要用对人 用不对人 钱不夸的 他是会拖累你 他所作 所以你要去负责 甚至 有的人 不是不把你帮助而已 又把你害死 尤其台湾人 真的很多人 你不是说一定 对他好 他就会对你好 没有对等的关系 所以所有的动物里面 就是人最难灌 对不对 他的好坏都在依恋之间 那么要靠什么为标准 是教育道德 道德观念 你如果没有英国的关系 没有这个观念 我做这个也同样 做这个也同样 他没有一个标准 所以就一定会划掉 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用人 用得好 一定要重用人才 什么叫人才 这是道德观念最重要 这个人有对不对 你在关键的时候 会不会他为了利益 他同你一刀 那很重要 你不要说 我对他很好 他就很好 我竹到没竹了 你对他越好 还要把你害越慘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眼光要放眼 从一个人的小小的事情利益 开始去看 这个人是不是看到利益随便面 如果这个人你如果重用他 你本人是 要相信吗 所以说 不是你对他好 他就会对你好 因为那些人我都没对他很好 但是就对我有够好 所以我就研究这个事情莫名其妙 我就对这个人 从小到大到大到中 这样全步 掏心掏会 鸡汤 后来才会对我们不好 这要为对的研究 后来说这是淹缘的关系 有的是恶缘 有的是好缘 所以你们大家避开恶缘 要显到好缘相助 这样对不对 所以说佛教佛理是非常深 那是人生的最大哲学 要怎么做人做到的缘缘 佛学里面真的有左右民 让你来学习 所以说要善用人 你要用人才 不要用奴才 那么人才的第一项道德观念 人自理自理 信 隆中要有标准 不是他读多少书 他破鬼破 那跟我们没关系 他破鬼破 他的压力给你更多 他更拽 然后杀伤力更大 他都拿他的文凭 在下死人 对不对 所以说 引人才不是用文凭 来 就是说管理别人 首先要协 克制自己管理自己 所以说 当我们当官的时候 我们做一个公务人员 你要管别人的当中 你一定要把自己 从现在开始规规矩矩 把他规刮好 我们要别人的面前显示什么样的形象 很重要 所以说 为了巩固台湾 我们民政府的政权 我们必须要把自己整理好 然后你要巩固你这一个地位 不会消失掉 你也必须就是要把他准备好 不要浪费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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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姓氏而已 他自己要忠报嘛 对不对 不是累死了吗 这为了人有感觉很败吗 欲罗买 败就死有够厚的就对了 大家上座的他都看不顺眼了 所以他就会得罪人 这个人材就生死去了 那有那么多人材败算是吗 我们现在人才太少了 有心进来这边就不容易 那你要好好的栽培他在民政府 每一个人都是老师 说人人是我师 人人是我父 人人是我母 你如果有这种心 每天每天都看得很顺眼 所以为什么日本 到这档金没有改朝换代 除了战争以后被美国制裁 他为什么都没有 他的治理名言叫做君民一世 君民一世 一世就是同样一个系统 同样一个血统的意思 就是君王天皇是阿公 来执政者是家和债励 都他的怕孙 你如果阿公在疼孙 孙怎么会变阿公 不会嘛 所以说以后我们也要 遵从他们好的这种制度 但可以做人的父母官 把人民照顾好 懂得他们的心声 知道他们的苦痛 我们了解他 我们协助他 这样 有人会感变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个我们的政体 继续不断的延续 继续来改革 继续来 变动 把台湾卖的全部都剔除掉 我们做一个好的 而且是真正的美丽的报导 所以要从这些开始 我们来 优秀的领导 善于借重 现有的人 人脸 就是说 我们现在全看到的 我们就是要有那个心 每一个看到 你就跟他结质宣言 我们要好好欢迎他在里面 继续我们大家一起来打拼 不要说这个败 那个败 那个败 很多人就是这样 尤其没有伴侍的人 他自己没有伴侍的人 都说八人败 对不对 那种人很多 对不对 我们来好好地改变他 说不要这样陷 我们这人才来得不容易 我们如果陷这个人不出现 一个一个出现 秘书长说 救不如你死 对不对 你救的比较麻烦 你死的一天就赤掉一天 赤掉赤掉了 对不对 绝对不要做这样的长官 有我们人就是这样 说这句我也说 对 有时候 有时候救两三天 说两三次 不买去 要赤一句就赤掉了 绝对要珍惜人才 人家说那次要赤 还有一个保贪 你一家飞机像那些阿伯子的 美国说减几粒路线 中华民国就不相信 是要塞过后线 看 然后再责掉 有没有 你一家那一家 减路线也没得到 也是会责掉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外交 我们一定要有 一些寒慢的来 套协助 大家都说 要做大官 我们没有门好吃 如果没买门 我们也没有门好吃 对不对 所以每一個角色都非常重要 很重要 要很嚴重 去感受 變瘦 如果沒有他去寫 要去我看 走不去 也是很適合 所以哪一個都很好用 都要珍惜 尤其做得更辛苦的 我們要更感謝 更痛苦 做得好 好讓你寫得夠清潔 變瘦 胖胖胖 我們去就很舒服 對不對 如果沒有 你自己敢去寫 對不對 所以我們做越低賤的 我們要越疼惜他 鼓勵他 就是我們的組織要怎麼做 每一個都要做 都有機會做成功 因為我們現在是 到最後的關鍵 是以能力為主 我們要分層負責分層管理 就是說不是說在心理上去跟分 但是工作上一定要分 分人力嘛 你分層管理的時候 你集中在你軍修 你議員在內閣 分層了以後 就會分工合作啦 這樣意思啦 你都沒有 這麼一個人 大家都沒有分階級 也沒有分單位 也沒有派任任何事物 這個人說你去做賤 那個人說你去做賤 就有人那裡做賤 這樣要怎麼可以成一個組織架構 所以絕對就一定要分出來 我們也有這種組織說 不用分了 就大家都做回來做賤 做回來做賤 就是什麼 共產國家 什麼都吃大國犯對不對 都要打工一起去 都沒有分階級 大家都老街的 白大 老街的 這樣會進步 所以一個組織一定要分成負責 要分成管理 每一個人 你就派一項 這個 你比較專長這個給你扶植 你做得好 你要跟他學路 一直陷一直陷 人就不需要幫你做嘛 所以要學好 很高跟學路的 你就很輕鬆 所以我們要做主管 如果水比較低 你就很輕鬆 不用做那麼多 你如果每項陷 每個人都短短給你改去做 你就冒失了 冒失了 來 要注意別人的經驗 教訓 就 你跟師傅說 我向上進去 我 你買這個短尾 這個短尾 以前的主管 是怎麼不好 怎麼不好 我相信你很快要得到休息 你一定要改進 這個 所在做這個事情 是不是的 不受人反應 現在你回來了 你去哪裏 到這裡 這個事情我不會 你馬上改善 你要記得他的 教訓的時候 人都不反應 你知道說 這樣他不反應 你絕對不能去做那些事情 而且甚至你要跟人家表態 這種事情我絕對不會發生在我的心上 讓大家很歡迎你 很喜歡你 你就成功了 做事情就成功了 所以說 我們一定要注意別人的經驗教訓 來坦承第一 坦承第一不是 就是 要像我 食材一個 一個阿伯 你如果蓬他 隨機面 他就從頭給你介紹 到沒有 我們小時候就穿破口 沒有飯吃 流浪去高雄 去造工 就讓 從頭說到沒有 不是這樣坦承 甚至 阿伯你如果做大工 以前說穿破口 人也會把你吐槽 有的人會說 這個我們就 就離婚 就怎麼樣 就笑話 坦承你也要擁有自己 小小的秘密 不可以跟朋友說的 當你當現大的官 他比你小的時候 他就會把你搖你的 臭坑 你知道嗎 所以坦承是 是對事情 你不要媚媚咳咳 很神秘 這個意思 但是你個人的秘密 不一定拿來大眾這邊講 除非你是 好事情 你如果壞事情 盡量就是不要去講 你說了 人家後來 找到你的 空間就把你搖了 那是沒有事情 像現在那個沒有什麼天 太陽花那個沒有 現在現在既然知道 什麼師匠嘛 對不對 那個是小時候 那時候沒有意中 這樣 這樣比較刺激 比較 調皮一點 也許是這樣而已嘛 他就跟他講都沒聽 所以我們所有 以前的構造 該秘密就要秘密 那麼 你做事情一定要坦承 以人相處 要以何為貴 不要說這個不好 那個不好 這個不好 就大家讓你不好了 大家看到你都走在旁邊 那你也非常很寂寞 而且沒有辦法得到人家的協助嘛 所以說這個很重要 這就這樣說到這裡 一百空天八條 好像聽三十條而已 我們就是 非常完善的一個人 來 對啊 所以說坦承不是把你的秘密 全部挖出來 說那是對的 但是 人要原諒人家小小的錯誤 人如果說研究 你小小的錯誤還不犯過你 那叫 敵人 敵人這是無孔不入 一定要打擊你 那你如果小小的不對 他也掛在嘴邊 一直幫你宣揚 那對我們來講 傷害會很大 所以說以何為貴 你建立一個敵人 就會變成一百個一千個的敵人 因為他那一般人 會全部來對付你 所以 絕對說 我們一定要不能跟別人 尊重不死 自然也是 得到不死的尊重 所以說 我們不要說 我們最大 我們最大是你自己說的 你要讓別人來尊重你 你才會大 那個很重要 尤其我們台灣人 臭皮的很多對不對 對不對 對 感到感到 我很大 都不會請問答 這個是馬上被打叉叉 所以說 我們在貪官的之前 一定要遵守 而且要去了解這個事情 不可以說 你比人家更大 你每個人都跟指揮動作人 都應該 這樣也不行 人沒有所謂的應該 這是互相合作 所以說 你如果越客氣 人家做越多都越感染了 如果你如果用命令式的 要用情勢來壓制別人 那是壓不會太久 所以說 我們一定要尊重我們的部署 要疼吃時間來思考 你當你一天執政時候 上班的時候 你回去要想一想 我今天有沒有得罪人 有沒有做測試 思考那明天我來做 我會不會再做很好 或是不會再犯錯 那是很重要 每一天每一天 你如果有思考 不要把你所有的思想 都被人家拉走 人家在說靜坐是什麼意思 我順便說一下 就把你的思維 你的靈魂叫回來 是不是屬於你自己 你不要一天到晚 鼻子被人牽著走 都沒有你自己的時間 這樣對你自己的傷害 人家為威勤就回去了 那一瞬間 你的靈魂在不在你的體內 你是不是你自己那很重要 有時候是飛掉了 你要再凝聚起來是很難 很難 所以說我會怕到的 那種狠死的 為什麼靈魂都會跑掉 跑掉就是惶恐 惶恐受驚嚇 他的靈魂跑掉 沒有靈魂在一起 當他要投胎轉世 要再靈魂一股能量出來 去投胎轉世 是很難 這個意思 所以說 我們一定要思考 來 那個 即使要提醒大家 防範未來 你一個團隊 一個團隊 如果一個錯 全部都會受影響 所以團隊 你做一個主管 你一個團隊 你要時時去注意 有沒有人 有全部有歪斜的 那麼去提醒大家 不要去犯錯 那麼一個團隊才會 繼續不斷的增長 然後去進步 要經常了解不死的思想和感覺 每天你去上班 你看到一個 你的部署 你的職員 臉炒炒 大部分人的感應都是 等你臉炒炒 在做什麼 問四半 逃不好 一定一句這樣偏棄 當然 他們沒有受過訓 也沒有去注意到 一定有這個現象來 我們不可以這樣想 我們要去說 你的臉炒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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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 我們會覺得你這個長官有夠好 這樣 隨我去就看到我的臉色沒有對情 我真的就在艱苦勉強來上班 有的人沒有了解 不體貼 沒有慈悲心的人 看到臉臭臭的馬上罵人家 不是很慘 我時尚觀察到 有那個媽媽 孩子擲炒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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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夾炒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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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很多人我就看到菜籍的一些 所謂比較多的座郎就是這樣 不太熟悉又直接打 這樣也一樣 如果我們對部署不好表示我們的事 市值不夠 我們的市值不好 你一定要有受用跟有愛心 去對待所有的事情 你現在可以當一個好主管 來 讓每一個成員都 對組織有全面性的認識 所以說我們現在組織 然後你有叫人來 一定要讓他知道我們這個組織 是怎麼樣來運作 第一 我們從中央地方六個州 我們州長叫知事 現在改知事 因為美國指定我們要照日本的制度去走 所以我們改成知事 再來複製室 我們來還有進手 我們有議員 有內閣 所以說讓他知道我們的組織 然後是我們的組織運作是怎麼樣的模式 我們的時間讓他很快就可以進入狀況 我們去到對一個機關上班也是一樣 你要召集各層 層次的部署來 我們每天要做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一定要遵守什麼事情 要照這裡做 所以這樣才是一個做主管應該有的步驟 所以說要讓每個人都了解其工作的重要性 你要知道說你現在去那個機構 你那個單位是做什麼為原則目標 你求環保值 我就是一定不可以看到對方有汙染 食品什麼樣都是環境問題 食安問題互相影響 你要知道工作重要性 讓新人也知道說 我們現在做哪一件事情的重要性 我們的關鍵在哪裡 每一種都要影響到所有我們的執行 將來的影響 那種的效果會出來 就是說根據別人的言行極主 就是你怎麼根據 就是每一個人的言行極主 你就可以判斷這個人在想什麼 他在想什麼 他想要做什麼 如果他的言行極主 你不能去判斷 他做錯了你也不知道 你沒有辦法事先去防患未來 讓他爆發以後都會牽連在你身上 那就不好 因為部署做不好是你獨到不完全是你的事 所以主管做主管你要盡量去認真去監視 而且去輔導你的部署 你的部署出問題你自己就是要擔當 所以說不是我們一個人的事情 你跟一個家裡也一樣 有一個去吃麻糬吃七盒 你都不要注意 他去打電動你都不注意 好像去賺你的錢 這個家也會毀掉嘛 同樣的意思 所以一個團隊組織就是生命共同體很重要 所以尤其有相關有權利的人 殺傷力更重 那種的發作就整個都倒掉了 所以我們做主管一定要根據他的極指言行 來判斷這個人有沒有正常 他要不要你來輔導 如果你看他稍微有偏 你是要先下手先輔導 叫來旁邊說我們來溝通溝通 那有哪裡不對勁讓你沒有辦法去正常 行使你是不要需要我來協助你 我們忙說都不要插他等他出事了 才打算這樣絕對是 來金錢只是生活中的一向並非萬難 所以說在教導上教育上 我們絕對要改掉中華民國的教育 尤其他把我們內戴高政策沒有照顧 就是你跟日本去比人家的福利有多好 你差很多我只說一點就好 我們台灣人生病 上去病院是不是要請看護 對不對 兩千塊兩千塊 如果你們家的人有一個生病 你如果去住三個月負責二十幾萬 村的醫藥都不用講 人日本你送去病院 一個富士過六地層 都總是政府出錢 這樣的福利 我們叫他國人是都國國去他的學校 都沒有拿出來讓我們人民贏 這樣是要插幾個帳 對不對 黑錢都要去就是 叫他們在這裡是在得到利益而已 有給人民照顧有給人民福利嗎 所以我就是看到這一點 我堅持我要在富佑福利省的原因 我覺得太不公平 而且人民太不值得太冤枉了 他沒有錢還要花錢 這樣 這樣這種人會叫他住一家有漏洩嗎 我們是不是 不可以叫他走人家說 別了差不多了 巴拉貴有這塊對不對 全世界全世界最好一點 當阿扁 阿扁亞族政的時候就公布 他們的黨產 全世界黨產最多 那是黨產嗎 是國產 是日本人留下來一直 跟我們人民拚命做了 七十年的稅金為什麼變黨產 所以阿扁亞沒有親黨產 我非常不滿 又沒有關電視 他們一家火給電視 沒死了了 你們有感覺嗎 沒有跟他們負責三塊的孫子嗎 阿公又抓來關 這樣公平嗎 所以沒有跟人當作人 他現在去跟高山說 我會把你們當作人 那我們這個民安人 我們的客家人還沒說到 所以他還是沒有把我們當作人 我們這種的國家沒有福利 錢是收到怎樣 你怎麼看 你們大家路邊的停車費 一天就收多少 是怎麼說沒有錢 所以錢都從哪裡去 所以我們做一個父母官不能不知道 我到十分嗎 還是十點 到十點而已 這樣我們講到這裡 下面以後有機會我們再來研究 我認為尊重有三十項 我們做官 做公務人員都非常標準 我現在要跟大家說 我們要怎麼做官 好嗎 好 很簡單 我不要做過大官 但是我大官的朋友有夠多 我有跟他們請教過 我跟他們教我的說給你們聽 因為你若別一個人派去 別一個機構 再大就沒有關係 我跟他們說 總統我做幾天我也會笑 是怎麼說 你去到哪一個單位 第一個 你對人很好 一定要把你的部署 重要部門 請他們做報告 文書報告 他把他所做的工作他會寫給你 他在做什麼 這個不免做什麼 這個不免做什麼 所以他把他寫出來 你就回去研究 研究你就知道你的部署 是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你看不清楚 你忙很老闆的說 我看不見你來幫我教一下 絕對這句話不能說 這樣你就不夠過 所以你還要說 你寫得很好 我覺得 後來我看你 我很有 很有希望 都要靠你 十三天 那麼 寫得很好 你有機會 再來 私面 口頭報告 台聲是私面報告嘛 口頭報告的時候 你拿一個錄音機 看裡面 落地也好 拖地也好 他在解釋報告的東西 你全部把它錄起來 然後你回去 二部 這樣就可以做官 可以嗎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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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